好了 今天是我们入住马尔代夫六扇拉姆的第二天 我们刚吃过早饭 现在终于有时间趁着天气好 把我们的房间一起来欣赏一下咯 现在我们正在回我们房间的路上 这个路上有的时候有很多螃蟹 蜥蜴 蜜蜴还有一些大老鼠 好 我们的房间是53 这是我们旁间废的自行车 两辆 排号53 这个自行车前面有个车灯 晚上可以把它开亮 OK 看到门口刺猬了吗 真刺猬哦是个假的 作用就是脚上有沙子的时候再划一划 就划掉了 然后再进屋 OK 回屋了 房间的整体布局就是一个主卧室 有一些休息区域 这是洗漱区域 这是刚进屋的时候你可以把东西放在这儿或者放在这儿休息 柜子 有额外的雨伞 还有是我们的储物间 这边是空调出风口 另一个柜子 目前是空的 原来呢 这放了四瓶洗发水啊 沐浴露之类的 那是特殊的 在这里 它有晒后修复作用的洗发水和固化素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它是独有的这个 虚文用的 看我们的手盆 很别致吧 我们的东西放点乱乱 来看看这个 Boss的屋 Boss的屋 这边床 这是我们的小沙发 和小座椅和办公台 我的电脑盘了 今天还没有开 这电视很奇怪哦 你要从这把它打开 然后这样 这样 然后你躺到床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不过昨天太累了 根本没有时间来看 六扇的特色就是用纯天然和环保的东西 屋里边基本上主要结构都是木质的 还有风扇 风扇上面这叶不是铁 不是塑料 是块布 来给一个特写 看我们的Boss影响 接下来我们参观一下室外区域 哎哟 锁着了 昨天游泳就把泳泳放在这晒了 这是浴室 浴室呢有三个洗澡的地方 第一个是浴缸 都挺好 就是放水速度有点慢 看在浴缸有没有补满 嗯 补满了 这的所有被品都是六扇专用的 味道非常好 这是有个休息区 这是你可以晾一些衣服和挂浴巾 这是主要的西树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这有个门 实际上你从沙滩游泳回来 可以穿过这个小门 直接踩着这个木桩 走到这儿 先冲一下 简单冲一下 然后再走过来 把衣服脱掉 在这里慢慢的洗个 舒服的热水澡 嗯 晚上和这效果完全不一样哦 会有灯 晚上我会再拍一遍 来 等你们看看如果那门开的是什么样的 一 no 好 我们先把它关上 一会我们从正要地方出去 这地上可是有好多小动物 晚上会有好多寄居蟹 很大很大的寄居蟹 还有螃蟹 我把它抓来给你们看 这个Vila酒店的官方介绍是 室内家室外面积一共238平 no 这儿有个后子影响 和温暖的是一起的 所以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听着SPA 音乐 yeah let's go 小花园 来 我们参观一下二层区域 这是个小阁楼 看 都是木质结构的 在这里你可以发呆 可以中午休息 舒服吧 这儿呢 这儿呢 如果是一家人在这儿的话 一起在这儿喝点东西吃点零食 就是现在有些晒 半晚的事出来会比较好 另外的准备好房门 看谁在这儿呢 看谁在这儿呢 有人乱入了 老公 嘿嘿 这儿也可以点室内的餐点 你可以order个披萨 然后马上在这儿吃 过来过来过来 走到对面来 因为太晒了 有人说太晒了 所以跑这儿来了 这个酒店的私密性非常好 所以你是看不到别人 别人也看不到你的 你在屋里面裸裸光光 你也看不到 不会被别人看到 文艺不好的是 这儿看不到海 有些房间可能会看到海吧 但是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外面人也看不到这儿的 有一个细节哦 什么细节啊 看到了吗 室内得的 已经拍不到 哎 有点太近距离 那两个东西在交配 那两个小朋友 你怎么这么乌呢 我没有很乌 我过来了 你害什么怕 我害怕 哎呀 看着蓝天 看着白云 国内哪有啊 三亚可能也有 三亚会有 但是三亚没这么好的酒店 也没这么好的海水和沙滩 海水 还有浮现环境 还有服务也跟不上啊 还有各种骗人 客户人 走啊我要下去了 带你们参观一下 房间门口的四游沙滩 look look 螃蟹哦 好大一只 他走了 晚上带你们去抓螃蟹 我昨天学会了一招 抓海边的螃蟹 一抓一个准 刚才某人在厕所呢 所以说我没有拍 现在来补拍一下 no 好 走了我们要出去咯 我的拍了十分钟 来把窗户打开 好 先拍完园子 在这儿看到的是这样啊 no 这都是我们私有的哦 没有人会进来 看我们前面小庭院的面 还有个小沙发 找一小刺猬 你可以从房间这边过来 其实这个威拉的主体结构 和我们去年去普吉岛住的 铺威拉差不多 只不过前面只有一个小铺 而且那个离海是非常远的 这个院子大概一百多平 它应该不算房间面积里的 两个小椅子和一小桌子 你可以在这喝点东西 以后再来的话我要喝酒了 妈的这次不让我喝酒 这个桶的作用呢 no 里面是水 还有一个小小勺 你从海边回来的时候 脚上沾满了沙子 可以再把脚上浇一浇 再上去 当然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浇螃蟹丸 然后昨天晚上我捡了好多鸡鱼蟹放到上面 现在它们都爬走了 晚上的时候这里面好多奇怪的声音哦 所以里面好多奇怪的小动物 不知道是什么 看到这个了吗 这是树上钓的某些果实 大家看白天没什么 晚上天黑的时候 会有好多寄居蟹围到旁边来吃它呢 晚上在那里面看 嗯 这就是海边了 这一片稍微不太好的事 不太适合肤浅 大家看水的颜色虽然很好 但是 但是 靠近岸边的地方 水的浪的比较大 有很多碎珊瑚 还有水运动比较多 导致这水浑 因为里面有很多浮沙 但是你再往前游个十米二十米 就在Jet A旁边 这是Jet B 往前走三十米左右 你再浮浅的话 就看得很轻了 但是这块没有珊瑚 你看不到不什么鱼 这是Jet C 在这呢 靠近东南 你可以看日出 这还是有些最珊瑚的 我们某人在这做一座湖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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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look 看这是什么 ok我告诉你 它应该是个机械 我猜一猜看是不是 啊 好像不是空的 呵呵 如果没关系 晚上会有好多 那再远一点地方是Jet A Jet A 是离吃饭比较近的地方 那边肤浅效果也会好一点 直接从五点下去 Jet B呢 D子里面比一般 你可以骑自行车走到那个进 foods 如果现在挺不晒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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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这两个船一样的东西 昨天问管家 Jerty Jerty告诉我们说 那玩意是拉沙子的 他会运一些沙子 然后碰到那边的Sandback 现在被JTBXC挡住了 那是酒店的一个私人领域 提供给人们 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你可以租用上面的沙滩 晒太阳什么的 就成了你的室友沙滩了 或者在那吃一顿浪漫的午餐或者晚餐 但是hold greathold great 明天我们就录出水屋了 我会再拍一张哦 看看有什么东西 yes 太晒了 没抹防拆霜 我要赶紧回去咯